早安现场 各位听众您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今天志平在节目中要跟您探讨这样一个话题 也许很多的听众在收看电视的时候 都会觉得常常会爆发一点点的怨言 他们会说 哎呀这个节目好像不怎么样 但是为什么广告这么多呢 或者说这个节目很好啊 为什么会被摆在这么冷门的时段呢 事实上呢 也许这些话题的答案都跟所谓的收视率的调查是有关的 今天呢 我们就跟您讨论一下收视率 特别是电视的收视率的调查 应该是怎么去看待它呢 特别要跟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受访者 这一位呢是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的教授 王太利 王老师 老师您早 志平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 是 老师谢谢您一早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想先来请教老师啊 就说 经常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报章媒体上面的报导 或者说是有一些跟我们跟朋友们一块聊起这样的话题的时候 就会有志平在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所提出来的这样一个所谓的一些疑问啊 特别是呢 我是南部人 我每次回到这个台南的时候 我看到我妈妈在看这个所谓的乡土剧啊 我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她喜欢看这样的乡土剧 明明这个剧情里面的就是我个人觉得啊 那是我个人的看法有一点点荒谬啊 那么可是还是很多人看啊 因为走在路上家家户户啊 很多的店家都在看这些频道 我想先请教老师 志平这么说的话 很多这个婆婆妈妈妈可能要伤心了 虽然我也不是收看你刚才提到的 就是一些乡土剧的这个观众 但是确实观察到 就是我的亲朋好友理念 就是确实某一些婆婆妈妈的族群 这些乡土剧 对他们来说是每天非常重要的精神食粮 就跟这个播了又播我们也不了解 就是一播再播的很多的韩剧 为什么莫名其妙的 收视率又很高 已经播了那么多次 还是有许多的这个得到许多观众的青睐 这个也是我们所长期一直无法了解的 所以今天我想这个问题 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值得大家来关心 没错 可是问题就在这边 就是说这些节目 它通常都有很多很多的广告 那据我所知 这些广告商 他在下广告的时候 都是针对 根据两家收视率的调查公司的这些数据来下广告的 这两家其实就是一个是AC Nielsen 另外一家就是凯博 我想请教老师 目前台湾是只有这两家公司在对收视率调查 对不对 那么它的现况又是如何 是 其实这个长期以来 就是台湾虽然不止就是尼尔森 所谓的AC Nielsen在做收视率调查 除了刚才志平所提到的 由有线电视的龙头之一 所主持的是以这个数位电视的用户为调查 主要对象的凯博之外 其实零零星星也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收视率调查公司 就是都曾经希望能够加入这个收视率调查的市场 能够提供我们比较多元的一些意见 就是针对这个收视率的问题 长久以来是关心台湾媒体现象跟很多很多问题的人们 就是我们所关切的很大的重点 主要也就是志平所提到的 因为这个收视率对于广告主下广告 每一个电视台要播出哪一些的节目 甚至于要播出哪一些的新闻 这个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 很多人都用这个歌剧里面 歌剧内容里面的这个Phantom 就是所谓的这个恶灵 来形容这个收视率 它是完完全全决定了 每天我们台湾的观众 我们会收看到哪一些新闻 甚至于会收看到哪一些电视剧 戏剧 然后综艺节目 谈话性节目 只有在收视率的调查里面 能够取得领先地位的这些新闻 或者是节目 最后才会免于能够不被腰斩 然后能够继续被观众所收看 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 那其他很多很多的这个节目 就是有时候会觉得 为什么出现了几次之后 就莫名其妙就消失在荧光幕前 其实是因为通不过这个收视率的调查的 这个残酷的考验 那但是呢 这个收视率调查 事实上 长期以来由这个美商 尼尔森来 有一点算是垄断性的 虽然也有很多其他家 收视率调查公司提供资料 给各大电视台 但是因为长期 尼尔森对于市场 对于广告商的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影响 所以一直到目前为止 事实上各家电视台最主要参考 收视率的这个数据 还是来自于美商的这家 AC尼尔森 那AC尼尔森 他最主要长期为外界所诟病的一个原因 就在说 以台湾2300万的人口而言 他是2300万人口 但是我们以家庭户数来说 大概是有六七百万的家庭户数 那么在这六七百万的家庭户数当中 AC尼尔森 他所用来做收视率调查的家户数 却只有1800户 天跟地的差别呢 对对对 这个只有1800户的这个意见 就能够永远的来主持了我们 等于是影响了所有的台湾人 2300万的观众 要收看些什么节目 就完全的由这1800户 或1800的人 也就是按这个 他们的个人收视器的 这个1800的人 来决定我们全台湾2300个人 要看些什么节目 老师你的意思是说 这1800多个家庭户数 这个调查的样本 从来没有换过吗 几乎不会换 几乎不会换 每年有少数的更替 但是实际上 这个 因为大家很长期的批评 这个AC尼尔森的这1800户 不具代表性 所以这个为了阴隐外界的这种批评 所以这个尼尔森他也试图着 每年或许小样本的更新 这个样本数 例如就是淘汰一些这个 调查户 然后再增加一些新的 但是 据我的了解 事实上 例如以制评来说好了 如果今天 尼尔森他通知你说 夏制评主持人 您呢 被我们抽中 成为我们这个 AC尼尔森的收视力的调查户 那我要去你们家来装设这个 个人收视记录器 那么你在看电视的时候 你每天只要打开电视 你收看任何一个台的时间 跟所有的资讯都要回传给 这个AC尼尔森 那么AC尼尔森呢 他回报的方式就是 赠送你一点礼券啊 或者是加油的票钱 那请问一下这个制评 你愿不愿意成为他们的收视户 坦白讲 我不太愿意 因为我觉得 这好像是我收看什么 那是我个人的隐私 我干嘛让别人知道 对 这就是这个AC尼尔森 他的收视率 从以前到现在 最为人所诟病的地方 就在于说 虽然他在抽出这个样本的时候 他试着用全台湾所有的人 来做一个随机抽样 就好像我们每一次选举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接到一些 民调中心的电话 请问你要投给哪一位 那他们这个是随机样本 我们我跟志平都是 同样的几率被抽中 来去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AC尼尔森 他的这个样本 就是收视户样本的这个产生 却不是如此 他抽到我们 可是我们两个可能都不愿意 那就会换 再换另外两个愿意的 那通常愿意的 会是什么样的样本户呢 通常就是根据事实上 现在实际上的状况 其实就是或许 认为说个人的这个收视隐私 并不是这个家庭最重要的考量 或者是说对于这个赠送礼券 或者是对于赠送一些家有这个邮票 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回馈 还蛮好的这样子的一些收视户为主 那相较于整体的收视户而言 确实这个就是会以台湾的整体的收入 是比较偏低的一些收视户 为这1800户最主要的样本群 所以长期以来也很多人 就像刚才志平所提到的 就是很多节目感觉上这个 播出的口碑很好 品质也很佳 为什么播不到几集 就消失在荧光幕上 很可能就因为这个调查的 这个1800户的人口 并没有办法反映出 另外的其他的观众群 对于这些比较高品质的 这个节目的喜爱 那所以有些节目就因此而被扼杀了 是 老师你这么说 我茅塞顿开 那刚刚我们也提到 另外一家这个收视率的调查 叫凯博对不对 那所以凯博的调查的 这个收视率的群的取样 跟AC尼尔森的取样 是完全不一样的了 对 根据我的了解 这个凯博因为 他本身是台湾市占率相当高的 五大有线电视系统业者之一 所以这个 他成立的这个收视调查公司 主要的收视率的调查户是来自于 他旗下原来有线电视系统业 那个使用者里面 已经换成数位电视的 就是因为如果你用数位电视 用有机上合的话 你就可以随时回传你的 收视的一个资讯 就不需要再像 AC尼尔森 他还要就是派专员到府上 去装设这个个人收视记录器 因为坦白说 光连这个装设 然后维修 拆机装机这个过程 很多 很多台湾的家庭都不愿意认为说 就是个人影视受到打扰 还要约时间 然后拆装 维修等等 但是像这个凯博这个 只要家里有张数位机上合 就非常容易能够进行这个 电视收视率的调查 但是同样的也是跟刚才 这个AC尼尔森 也面临到一个样本代表性的问题 AC尼尔森 他样本代表性的问题是说 他的收视户偏向 可能以中低收视 就收入户为许多 但是呢 这个凯博的这个收视 那这个 什么样的家户会装设数位机上合呢 那我们当然可以想见 一定就是台湾 目前来讲就是可能是 经济能力上 对 经济能力比较好的这些家户 他们会就是 就是在所有的这个观众 就是等于是 有点开大家风气之间 因为我们现在家里有数位机上好的 大部分其实也都是 希望能够收盖到更多的国际性的节目 能够收盖到更多元的一些节目 更画质更高的节目的这些观众 那这些观众 他们也代表了台湾某一个部分的观众族群 但是你要说到 是不是具有全台湾普遍性的 这个样本的这个代表数的话 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如果有一种方法可以把这两种调查的这个方式 把它折中 然后能够产生出一个真的能够比较具有 可以代表台湾2300万的观众 收看电视这样的一个样本 我觉得可能会很有效的解决很多 我们长期以来对我们收视率引起的台湾很多电视媒体相关问题 诟病的地方 我觉得可能会得到一个解决的开始 是 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您访问的是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的教授 王太丽 王教授 请王老师呢 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收视率的调查的这个话题 那么刚刚老师的解说真的让解开了我好多好多年以来的迷思 不过我同样啊 这个我因为有这个跑新闻这么几年下来 有一些我的朋友在电视台工作的时候啊 这他们对于这个收视率的调查 当然他们心里面是有一点点这个我们讲叫不平之名吧 他们会这样想说奇怪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去挑战 AC尼尔森的这个收视率的这个调查的地位 明明他就是真的是少数的就是他真的只能代表某一个族群吧 对不对 或者是少数的这个这个样本数或许是太少的问题 但是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出来改革呢 也有人问在问这样的话题 就说有没有人有兴趣啊 调查一下AC尼尔森 因为刚刚是刚刚说是美商对不对 有没有人有兴趣调查一下他背后的金主 我们这个我们台湾我们以前我们还有这个广电基金会年代的时候 其实现在这个执行长夏宇清夏老师已经在实行任教了 其实他就曾经就是为了要挑战就是这个所谓的AC尼尔森 而且是用我们台湾就是本地的这个最了解台湾样本数 然后最了解台湾的这个收视结构的这个公司 然后也是就是集资了很多的资金跟人才 就是也成立了另外一家收视率调查公司 但是烧钱烧了三年 事实上也没有办法敌过这个AC尼尔森这种跨国性的调查公司的 这样子的一个收视率的调查 因为其实收视率的调查需要的成本 还有这个背后的资金啊各方面等等 事实上也并不是一般的这个一般的调查机构 所能够参与的一个业务 所以多年以来事实上想要尝试挑战这个独家地位的尼尔森 收视调查的机构 就我所知道的就已经不下十家吧 那但是呢事实上到最后的结果都是鲨鱼而归 所以后来根据我的了解 很多其实关心这个现象的传播学者 就是事实上包括这个国家传播委员会 因为也太多太多的观众来跟国家传播委员会 反映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说为什么我们要被收视率绑架 然后我们所收看的新闻就像刚刚志平提到的 有很多的电视台的记者明明制作了非常品质 非常精良的这个新闻报道 可是呢有的时候反而敌不过一些所谓收视率高的一些 出自烂造的一些某一些小数台的朋友们 可能随便在网络上拍摄一些画面 然后就这个就是可以得到所谓的很高的收视率的一些这个 结果 鸟杀的一些什么收视率 然后随便在网络上拍了一些网络美食啊 或者是救小猫救小狗的一些新闻 就是胜过我们记者朋友跑了一整天下来的一些高品质的新闻 很多人都非常的不满 想要挑战 那怎么挑战呢 事实上国家传播委员会这几年以来都陆陆续续有推 跟那个传播协计推动 就是希望能够成立所谓调查 调查收视率之外 就是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有一个收视值 品质的值 就是收视值这样的一个调查 也就是说我们除了看数字之外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推出一些比较多元性的一些 收视品质的节目调查 那么呢我们应该有一套机制 我们也来这个像金马奖啊金钟奖 我们要有一些学有专长的这个专家学者 跟纳入一般的这个民众 就是真正在收看这些电视的民众 包括网民等等网友等等 所谓我们现在的晚君 那么呢大家到底 不管是在电视上或者是在网络上 我们最受欢迎的节目 不管是新闻 不管是综艺 不管是戏剧 不管是谈话性节目 到底是哪一些呢 那么有哪一些品质 有一些节目制作的品质 那么真的品质好的节目又是哪一些呢 就是我们不要完完全全 只看这些个人收视记录器 而且是由这个仅是1800户所传坏的来这个冰冷冷的数字 来决定我们每一天看哪些节目 甚至我们也可以有其他的一个品质 节目品质 优质品质的这个节目的这个品质的参考的数据 让大家还有资料 除了数据之外 更重要的是资料 让我们可以来这个决定一下 到底哪一些节目 是值得大家来观赏 那么哪一些节目其实是应该可以淘汰的 所以希望我们的广告商 或者是这个所有的这个从事传播工作的这些电视台也好 或者是传播工作人员 其实如果大家都不满于这个AC Nielsen调查 这样子的一个垄断性 或者觉得我们收看电视的状况不能够再长期 而且未来也要仅由这1800户的这个样本来代替大家决定 那事实上我们就是要有所争取 要为自己的收视权益要有所抗争 我们也要这个反对这样子一个独家的一个收视率的调查 这样一个大家都要付出努力 没错没错 哎呀听到老师这么说 好这个我仍然对我们的收视率 或者是电视节目的品质仍然是抱持一片心 抱有一些希望 真的真的是如此 我们需要有一个更优质的环境的话 其实可以用这个奖励的方式 用这个鼓励好的节目来驱逐取代这个不好的节目 这才是长久之道 好的 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您访问的是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的教授 王太利 王老师 请王老师跟大家来分析有关于收视率的这个话题 各位不要忘记 其实看好的节目是你自己的权利 我们一起努力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